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富豪 富豪呢在结束了澳大利亚的四场比赛之后 也是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 晒出了中国蓝蓝的大合照 并配文写到热爱这个团体,让我们亚洲杯见 这幅图和这句话显示出来了 杜丰指导肯定会让富豪前往亚洲杯正赛的赛场 那富豪也会在亚洲杯上有着自己的表现机会 虽然我们说富豪在墨尔本四场比赛中只上场了一分多钟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富豪在这四场比赛中没有得到机会 因为他自身可能有一些伤病的问题 最后三场并没有打,连商人名单都没有进去 不代表他不适合这是中国蓝蓝 在亚洲杯上我们还有很多场比赛要打 那个时候富豪的伤病应该会有所恢复 那个时候才是富豪展现自己的时候 相信富豪在这支国家队还是有前途有位置的 因为目前国家队四号位的人选确实是一个麻烦事 沈子杰呢,杜丰给了他机会 但是感觉大鸟在国际赛场上有点懵 现在就胜富豪,富豪的三分球是非常的准 但是呢,确实孟尔本没有给他机会 因为自身的伤病的问题 并不是杜丰弃用 那么在亚洲杯上,富豪打这些亚洲球队 还是非常有机会上场的 我们坚信呢,杜丰会给富豪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机会 不像网络上一些球迷啊,像所说的那样 杜丰啊,放弃啊,辽宁帮啊,那是无稽之谈 为希望呢,富豪能够这几天好好的养伤啊 在前往印尼参加亚洲杯的时候 能够把自己在联赛中的状态完全发挥出来 来彻底的帮助这支中国队解决这个四号位的危机啊 所以呢,杜丰之岛其实也希望富豪能够赶紧能上场 大家不要说富豪在与澳大利亚队比赛的一分钟 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接赵季伟的传球失误 不要再谈那个事了 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再优秀的球员也会出现失误 所以呢,杜丰之岛也不是因为那个球 让富豪哭作冷板凳 毕竟可能是因为伤病吧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